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面积8253尺 另外设有私人泳池 花园和按摩室 还有同屋院观星角 25楼A室 面积891尺 年6个车位 许志明早在2021年 将这一男子物业以13亿市场放售 由于叫价太高 一直未获承接 最终名银主接管 今年年创 银主以7亿放售 去到上个月中 一度传出以4亿3千万卖出 不过香港01就找了负责代理行查询 回来的答案就是未卖 原因就是银主想看定些 他们看好后市 因为联储局开始减息 再加上施政报告放宽案期 想看多半年看什么情况 但银主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转体 有报道在前日 即11月26日 以大约4亿1千万卖出 如果以今次加6个单位 总楼面是9124尺 折合尺大约4万5 而这些单位就是 许志明在2005年开始分阶段买入 成交价接近2亿9千万 但由于不断向银行家案借贷 最终就沦返银主 我相信成岸银行很大机会 要为这行物业选手 而许志明现在的名字 已经改了叫许志明 而有报道许志明和城中富豪都有不少牙齿人 其中最深应该就是 永义国际的老板 关永义 而这件事都搞得很大件事 又说要出动上海仔 又说要出动向事家族 还牵涉前一哥的李君夏 连前高院法官阳云道都向周刊承认 他有份出面调停 另外讲讲新盘消息 由泛海国际发展或洪水桥的回道仪 在前晚加推90个单位 户型由1房至3房 包括有11间1房 77间2房和2间3房 实料面积由297尺到535尺 扣除最高折扣优为14.5%后 折扣后售价由3458,400到598,750 折扣平均赤价10381元 便宜过首张价单的10418元 这种情况近年比较少出现 看得出发展商是想卖东西 同时公布销售安排 将在这个星期六以先到先得形式发售 另外沙田中心出现一宗短炒失利个案 根据中原黎中文表示 单位是B座低层事实 小到面积310尺 2房最初叫价428万 9月就减到405万 最终以385万卖出 赤价12419元 而业主是一名炒家 在今年4月用了394元 买入这个单位 此货至今未有按揭记录 预料本身是以摩货形式沽货 例如中文是董事 是不是需要补一补货 他没有按揭记录 你就认为他是摩货 两件事根本就没关系 炒家都可以选择富货 更何况这些房子 怎会比这么长的成交期呢 现在持货7个月章 免失了9万元 相当期内贬值2.3% 如果加上税务 连代理佣金 估计实施超过22万 另外彭博引述惠瑜 关于内房的报道 就算政府采取刺激措施振兴税求 但随着价格和销售仍疲远 中国历史多年的楼市危机 预计将会持续到2025年 明年新楼楼价再会下跌5% 或与今年的跌幅大致相同 预计新楼的销售量再会下跌10% 他们指出中国地产行业的转折点仍未到 近期的升温能不能持续 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10月楼价的跌幅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但销售复苏主要是局限于一线的城市 未能扩散到交易的城市 而更租高的是现楼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挂牌量不断增加 表明大城市被受关注的细分市场上尾足底 另外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发表报告 表示新兴经济体 将会受到特朗普提高贸易关税的冲击 预计对中国贸易政策将会最早发生重大转变 中国受到的影响将会最严重 他们预计中国的平均有效关税 会由目前的20%提高到60% 这样可能会损害2025年的经济增长前景 令到速度由2024年的4.8%降至3.9% 预期中国会引入其他刺激经济措施 包括给人民币贬值10-15%以应对这一轮贸易战 他们预测亚洲新兴市场都会受到冲击 当中引渡的冲击最少 马来西亚和越南冲击不少 另外财新网引述消息报道 近日恒大有部分在职和理职人员陆续收到通知 要求相关人员在11月30日前退还理财佣金 高管退桥工资 他说这轮退桥主要是针对恒大财富旗下理财产品 过往的佣金收入 另外在2017-2021年间 任职恒大集团和各地区公司领导班子 包括各项目公司负责人都要退还15%工资奖金 而恒大在退桥通知上 著名了具体收款银行户名和账号 据了解这些账号是公安机构开设的专项账户 也引述了一名恒大离职员工透露 恒大出事三年多保交付工作 基本进入尾声 手头上的资金几乎枯竭 恒大这个时间这样做 大概是希望以弥补部分恒大财富出现的对付缺口 另外有两宗铺位的涉案案 其中一单是大角嘴樱涂街赴多来商场地下19号街铺 362呎 卖了330万 业主者2013年以880万买入 次货11年账免失550万 相比其内贬值62.5% 第二间是大埔仁兴街赴兴楼地下5号铺 398呎 注册成交350万 业主者2023年5月以600万买入 次货一年多账免失250万 相等于41.67% 另外跟障一下二手住宅的涉案案 第一间就厉害了 涉过千万 就是马鞍山的晋圆 一座低层B室1,602呎 四房门到1,900万 尺价大概11,800万 业主于2021年以3,220万买入 次货三年账免失1,320万 相等于41% 第二间是上水王府山 一座低层B室490呎 卖418万 尺价大概8,500万 业主于2019年以520万买入 次货五年账免失102万 相等于20% 第三间是日出康城进海 二B座中高层B室623呎 三房海景 卖8268,000 尺价大概13,200万 业主于2017年以978万7,700万买入 次货七年账免失151万9,700万 相等于16% 第四间是牛头角淘大花园B座高层3号砂 322呎 卖420万 尺价大概13,000 业主于2019年以610万买入 次货五年账免失190万 相等于31% 第五间是北角维港中7座低层A室1365呎 海景慢了3850万 尺价大概28,000 业主于2017年以4710万买入 次货七年账免失860万 相等于18% 第六间是九吐山的九龙山 三座中层A室692尺 买了698万 尺价大概1万 业主于2014年以975万买入 次货十年账免失277万 相等于28.4% 最后一间是四小龙的星月居 百座低层A室490尺 賺了695万 尺价大概14,000日 业主于2019年以850万买入 次货五年账免失155万 相等于18.2%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后开幕的钟仔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顶到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